如果你在外地 恰巧有没有泡菜菜籽 想吃一份 吃出来家常泡菜鱼 咋个办 今天我来教你 首先地步 草鱼洗干净 有荷膜都在里头 外头撒鱼的 如果没有把荷膜给你取干净的话 你就自己刮一下 在鱼背上轻轻地划几刀 当然这个鱼 根据你当地的情况 有草鱼买草鱼 有鲤鱼买鲤 有淡水鱼买淡水鱼 有海鱼也可用海鱼 反正它四条鱼就要的了 但没人鱼出外 讲究到的尾巴 给它来个造型 泡菜鱼调料了 拿一包出来 一袋280克 可以弄一斤半左右的鱼一条 锅烧热给它倒下去 袋子头倒280克左右的水 摔好袋子 倒下去 这个料是炒好的 啥子都不叫 这条鱼叫软度 丢下去 盖上锅盖蒙洗一分钟 这个泡菜料里头有好几种泡菜 泡椒 泡姜 泡萝卜 泡萝卜 泡姜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四寸泡菜 以特有的符合香味 鱼酥没有酥 拿双筷子 从这个地方厚的地方躲下去 干活是 对了 虾出来 装盖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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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边开大火烧个纸 喜欢纸水浓点的 我们最后给它勾个火切 香菜葱花来点 外火 挖纸 最后再来点葱花香菜 要得要不得 是那才晓得 是不是什么是泡菜鱼的味道 拿一块子就晓得了 海带合适 泡菜味道浓入 有情提示 吃完以后 汤汤下碗面 巴适的呗 鱸汤下碗面